电视里放着我喜欢的访谈节目,我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去看。 再一次看了眼手表,十点五时了,周童精还没回来。 这半个小时,我以两三分钟一次的频率不断看时间。 无他,太反常了。 自从我跟周童精结婚以来,两年间,他永远都是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 雷打不动,从未破例。 生意场上,他作为周氏集团总裁,地位超然,一直是被奉承恭维的那个。 就算晚上有应酬,他也是到点必走,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习惯,不敢婉言劝流。 连周氏集团一年一度的年会,他也是发言完后,在下面看表演到九点半,提前离场回家。 结婚两年间,他每晚都是十点前就到家,很少有十点半过后还没回家的情况。 周童精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 他每天的活动安排,由助理列成表格,精确到每个小时要做什么。 他总是能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 连每天晚上七点看半个小时的财经新闻, 他也是看完就关掉电视或平板,从不多看一分钟。 自律到有些可怕。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像一台被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所有行动都按照程序执行,绝不出错。 正常人会有的懒惰、拖延、兴趣、贪婪、欲望等不受控的情感,他通通没有。 他像是对任何事都能置身事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对待。 所以,我也经常感叹,难怪人家能成功,能当人上人。 就这自控力、自制力,那都不是正常人能拥有的。 今天我才反应过来,哦,原来他的程序是能改变的。 这还是第一次,他十点半了还没回家。 准确地说,他今天晚上绝对不可能十一点睡觉了。 第一次破例,是为了什么事? 或者,为了什么人? 我躺在床上快睡着时,听到外面有轻微的动静。 从床上起身,光脚踩在地板上,我走到门口,打开一条门缝。 正好看到周同精进卧室关门的背影。 拿起床头手机看了眼,十二点半。 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是什么让他这个自律怪物打破规律的? 不过好奇归好奇,我可没胆子去问。 最终强大的困意袭来,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到公司,我就知道原因了。 办公室里几位同事,一大早就在兴奋讨论总裁的八卦。 原来,昨天晚上,周同精去看了一场钢琴独奏演出。 那是一场小型的演奏会,演奏者本人也没什么名气,本来是不会上八卦新闻的。 不过,因为一张照片,一夜之间新闻发酵爆发了。 照片中,穿着西装的帅气男人手捧鲜花,献给一袭白裙的美貌女子。 这个男人,就是因过分出众的外表而出圈,被称为现实中霸道总裁的周同精。 而他献花的对象,则是演奏会的主角,钢琴演奏者秦曼。 秦曼,我轻轻念着这个名字,原来,是他回来了呀。 难怪,周同精魄力的对象是他,那就能理解了。 因为,他是周同精心头的白月光,求而不得的执念。 是他放不下的,有着年少陪伴琴艺的青梅。 八卦的力量一向强大,一夜之间,秦曼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扒得底朝天。 他毕业于小有名声的国际音乐学院,专业是钢琴演奏。 在网上还能搜到他上学期间以及刚毕业时获得的一些奖项。 前些年,他也办过一些钢琴独奏会。 不过,自从三年前结婚后,他就基本放弃了事业,一心一意照顾家庭。 这三年,他在公众事业销声匿迹。 从同事们的聊天中,我了解到,秦曼前不久跟他的法国丈夫离婚了。 他离开了定居三年的法国,独自回国。 后面同事们在讨论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消息在反复盘旋,秦曼离婚了。 周同经一直等的那个人恢复单身了。 他有希望了。 同时,我也意识到一件事。 我们这段形同虚设的婚姻,也终于该走到尽头了。 上午,我拿着策划案去给周同经看。 他助理在门外热心提醒, 周总,今天心情不错,你有什么文件要签字的,可以趁机都拿来。 谢谢。 我朝他微笑。 作为周同经的助理,他也并不知道我跟周同经的另一层关系。 我是周同经的合法妻子。 我们结婚没有办婚礼,也没有公开。 领完证后,周氏集团的官微发了结婚证的照片, 其中我的姓名和照片都打了马。 大家只知道周氏集团总裁结婚了,并不知道新娘是谁。 更没人想到,新娘就是集团总部的员工。 昨天的演奏会新闻爆出后,很多人也开始猜测, 之前周同经结婚的消息是不是烟雾弹。 毕竟那时候周同经负面新闻缠身, 结婚的事将他从漩涡中拉出来, 同时也稳定了集团的骨架。 现在很多人开始怀疑,那张结婚证很可能是假的, 新娘根本不存在。 因为至今为止,周同经的太太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面, 没人知道她是谁。 有人大胆猜测,周同经的婚姻, 本质上其实是一场危机公关。 并且,这场公关很成功, 关于周同经的负面新闻立马烟消云散。 周总一直是未婚吧? 她是在等这位秦曼女士吧? 又帅又有钱,还深情, 原来现实中真的有霸道总裁。 从外表看,这对还挺般配, 我先科为敬。 网络上各种讨论都有, 不得不说, 网友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因为不少人猜对了, 周同经确实对秦曼有情, 且用情很深。 昨天的演奏会, 她为她打破了自己严格的生活规律。 今天一大早, 助理都能看出她心情好。 一直等的人终于回来了, 守得云开见月明, 她能不开心吗? 我敲了门, 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请进。 周总, 这是新品策划案。 我将文件递过去。 红木桌后的男人抬起头, 接过文件, 认真翻看起来。 几分钟后, 他拿过笔签上名字。 这份策划案做得不错, 语气是一如既往的板证。 我拿过文件, 转身准备离开。 晚上下班后, 有时间吗? 一起去吃个饭。 身后传来声音。 好, 结婚两年, 这是周同经第一次约我出去吃饭。 大多数时间, 我们都是在家里吃的晚饭。 我想, 这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吧。 我能预料到他要跟我谈什么。 晚上, 西餐厅, 我和周同经对面而坐。 有什么事, 先吃饭, 吃完了再谈。 看着正在上菜的服务员, 我点点头。 西餐厅的氛围很好, 但我却感受不到一点浪漫。 认认真真吃完了一块牛排, 我放下餐具。 对面的周同经也吃完了, 他擦了擦嘴角, 抬头看我, 眼神端正。 清晰, 对不起。 一开口就是道歉。 他拿出文件袋, 递给我几张纸。 这是离婚协议, 里面的赔偿条款你看看, 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再商量。 果然和我料想的一样, 他要跟我提离婚的事。 早就有心理准备, 我表面倒还算从容。 接过协议, 我认真看起来。 关于离婚后的财产赔偿, 周同经可谓是十分大方。 当初结婚时, 我们签了婚前财产公证, 还有保证书, 离婚后我不能分走你任何财产, 这些赔偿都不需要。 面对这么多钱, 我尽量保持冷静。 那份保证书, 是我当初不想结婚, 故意想出来的刁难手法。 这些财产都是我自愿给你的, 这两年, 真的很感谢你。 周同经语气真诚, 如果不够, 我还可以, 够了够了。 我感受到了, 周同经是真的急着跟我离婚。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我把文件递给他。 其实, 我本来想有骨气一点, 坚决不要他给我的财产补偿。 不过转念一想, 我拿了钱, 他应该会更安心吧。 给了金钱作为补偿, 他就不会对我有亏欠感。 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 也能更好地画个圆满的句号。 回去的路上, 司机开车, 我和周同经并排坐在后面。 空气一片安静, 气氛有些尴尬。 迟疑纠结了很久, 我才开口, 能给我讲讲你和秦曼的故事吗? 低沉轻烈的嗓音在车厢里响起。 讲到心爱的女子, 她连声音都格外温柔。 从周同经这个当事人的视角, 我终于了解到关于他们的真实过去。 他们两人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长辈们是朋友, 还有生意上的合作, 关系一直亲近。 周同经性格偏安静, 小小年纪就显露出沉稳的气质。 而秦曼则性格活泼, 属于外向跳脱向往冒险的类型。 其实小时候, 我原本不喜欢跟曼曼在一起玩。 她就是个疯丫头, 太吵闹了。 我经常躲着她, 嫌她打扰我做自己的事。 周同经回忆起过去, 嘴角带笑, 那件事发生以后, 我对她的感觉就变了。 周同经13岁时, 她父母出了车祸, 双双去世。 这件事对年少的她打击是毁天灭地的。 葬礼过后, 周同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谁叫都不出来。 一个星期后, 她出来了, 却再也不跟人说话了。 周同经的爷爷想了很多办法, 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都没有用。 她再也不开口, 变成了一个小哑巴。 是秦曼拯救了她。 一向只知道疯完的少女忽然安静下来, 每天陪伴在她身边。 她变得格外有耐心, 陪她吃饭, 陪她上学, 逗她开心。 秦曼搜罗了很多笑话, 坚持念给她听。 虽然她从没笑过。 三个月后, 在秦曼又一次念了笑话后, 周同经的嘴角有了小小的弧度。 秦曼发现了, 她开心地一蹦三尺高, 你笑了。 哈哈, 你笑了。 她弯下腰, 安慰地拍拍她的脑袋, 这才对吗? 同经, 你得振作起来。 你只剩周爷爷一个家人了, 你忍心让她难过吗? 你还有关心你的朋友, 就是我。 你不是独自一人, 周家的家业还要靠你撑下去呢, 你一定能做到的, 对吗? 嗯。 周同经郑重点头, 虽然只是一个恩字, 但这是她时隔三个月后, 第一次开口。 在背后看着她的周爷爷, 感动得落泪。 从那以后, 周同经变得格外年秦曼, 他对他有了依赖心理, 成了他的小尾巴。 秦曼去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 被秦曼带着, 周同经体验了很多, 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游戏项目, 比如过山车, 蹦极, 攀岩, 鬼屋等。 周同经不喜欢那些冒险刺激的项目, 也不喜欢嘈杂热闹的场合, 不过他离不开秦曼, 只能忍着。 他喜欢热闹刺激, 我可以陪着他。 我想, 总有一天, 他会累的。 那时候, 他只要一回头, 我就在原地等他。 周同经淡淡的语调, 带着无奈和纵容。 然后呢? 我侧过头看他, 他不但没有累, 还越跑越远。 后面的事, 大家都知道。 秦曼爱上了一位法国画家, 痴迷于那个浪漫的男人, 不顾家人的反对, 用性命威胁也要嫁给他。 他的爸妈和周同经都是真心爱他, 不忍心他伤害自己, 最后妥协。 秦曼如愿嫁给了那个人, 他像一只自由飞舞的蝴蝶, 我捉不住他。 周同经轻轻叹了口气, 那, 现在这只蝴蝶飞回来了, 还愿意落在你的肩头, 真好。 我真心祝福道, 恭喜你, 得偿所愿。 谢谢。 他真诚道, 只是对不起你。 曾经, 我也想过, 和你行婚一辈子也挺好。 我们的性格挺合得来, 从来没发生过争执。 我没想到, 有一天慢慢会回来, 好了, 我打断他, 不想听你秀恩爱了。 你也没有对不起我, 你给我的那些钱, 是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 以后, 我就安心当我的富婆了。 很快, 我和周同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看着自己名下的财产, 我觉得, 这辈子都不用再奋斗了。 有钱, 太让人有踏实感了。 周同经那边, 已经和秦曼公开出双入队了。 办公室里的人八卦时说道, 我也感觉周总结婚 是我们公司的公关手段了。 作为入职六年的老员工, 我都没见过传闻中的老板娘。 我合理怀疑, 老板娘根本不存在。 我点头附和, 挺有道理的。 早上去周总办公室, 我看到秦曼了。 我只敢偷瞥一眼, 美得要死。 难怪能拿下我们冰山总裁。 同事凑过来, 小声说道, 这几天, 秦曼都会陪周同经来上班, 不少同事都见过她。 不过, 刚好我这几天没文件要签, 没去过总裁办公室, 也就无缘见到大美人了。 正有点遗憾呢, 去茶水间接水时, 我看到站在那里的秦曼。 她一身火红的连衣裙, 将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材完美展现, 大波浪长发轻轻摇曳, 单凤眼里秋波荡漾。 果然, 是个艳光四射的大美人。 她已在墙边, 双手环臂盯着我, 表情莫测。 我立马反应过来, 她是来找我的。 因为作为总裁女朋友, 她完全没必要来茶水间, 要喝什么吩咐总裁秘书就行了。 桑清溪, 她叫我的名字, 可以谈谈吗? 我们在隔壁的小会议室坐下, 我知道你和同经的婚姻。 她开门见山, 她都告诉我了, 你们是协议结婚。 这两年, 你们只是行婚, 没有夫妻之时。 所以放心, 我对你没什么敌意。 我点头, 那你找我, 外界没人知道, 同经的前妻是谁, 甚至大多数人猜测, 她根本没结过婚。 我想, 这对同经对你都是好事, 你也没必要跟别人说, 我明白了。 放心,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没人知道, 周总真得结过婚。 我一口答应。 还有, 虽然我相信你和同经是清白的, 但, 你们毕竟共同生活了两年。 作为她现在的女朋友, 一看到你, 我总是会忍不住乱想, 猜测你们在一起时发生了什么, 这种感觉你懂吗? 我知道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分, 但只要你还在这里工作, 我舅, 秦小姐, 我懂你的意思。 我打断她, 周氏集团资助我上了高中和大学, 当初的资助协议要求, 毕业后我要在周氏工作五年。 再过一个月, 我刚好在这里工作满五年。 不用你说, 我也会主动离开, 昨天我已经上交了辞职报告。 秦曼很满意地点点头, 那就好。 一个月后, 我离开了工作五年的周氏集团。 按照计划, 我先在国内旅游了一圈。 再一次, 我由衷感谢周同经对我这个前妻的慷慨大方, 让我可以在金钱上毫无后顾之忧。 我甚至可以在风光秀丽的大理, 毫无负担地住上半个月。 每天啥也不干。 啥也不想, 就是吃吃喝喝, 走走看看, 欣赏美景。 在外面玩了快两个月后, 我接到了周同经的电话。 你辞职了? 他开口就问, 发现你很久没来签过字了, 问了助理, 才知道你离开公司两个月了。 作为一名产品策划, 这个级别的员工辞职, 并不需要总裁批准, 他不知道很正常。 嗯, 我工作满五年了, 我可没有违反当初的资助协议啊。 我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你没必要辞职, 可以继续在周氏工作。 周氏集团, 是多少名校毕业的大学生都梦寐以求能进入的大厂。 工资高, 福利好, 晋升机遇多, 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单位。 不过, 那不是我喜欢的呀。 我是一名孤儿, 哪怕成绩优异, 也差点没能上高中。 是周氏集团的教育基金及时出现, 挽救了我辍学的命运。 周氏集团是企业, 不是慈善机构, 对资助对象有挑选, 也不是无条件资助。 他们只选择成绩优异, 家庭困难的学生资助, 被资助的学生还要签协议。 毕业后通过集团的比试和面试, 要为集团工作五年。 对于资助生, 集团有不录用的权利。 但是如果资助生通过了考核, 就必须入职, 没有拒绝的权利。 对于我这个孤儿来说,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只要不用辍学, 还能继续读书, 我就感激涕零了。 更别说, 毕业后还有机会 入职周氏这样的大公司。 如果干得好, 可以在那里工作到退休。 对于周氏, 我心存感激。 不想让人家的钱白花了, 我高中三年拼命读书, 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田志院时, 我也选择了能更好的为集团服务的产品策划。 上大学时, 因为无聊, 我参加了一个配音社团, 由此激发了我这辈子唯一的兴趣。 我发现, 配音真的很好玩, 很有趣。 我愿意花费很多时间和心思在配音上, 去钻研怎样才能让自己的音质更好。 如果不是毕业后要进入周氏, 我想, 以后我肯定会选择跟配音有关的工作吧。 沉迷配音一段时间, 我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 我得好好学习自己的专业, 以后才能更好的为周氏工作, 报答集团对我的资助。 配音就当个兴趣爱好吧, 不能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以免耽误正经的专业学习。 我必须要把专业学好学经, 以后工作了能真正发挥作用, 才能不辜负集团对我的帮助。 兢兢业业工作了五年, 可以说, 我为工作奉献了我最大的能力。 连周同经都在部门会议上表扬过我, 说我这几年成长很快, 有些策划案做得比老员工都优秀。 如果不是离婚后要避嫌, 如果周同经需要, 我想我会一直在周氏工作下去。 现在的情况是, 周氏集团人才积极, 却我一个并没有任何影响。 而如果我留下, 秦曼会介意。 我不想他们两人的感情, 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一点影响。 辞职前的那一个月, 我就已经在考虑新工作的事了。 我想, 现在也不缺钱了, 不需要留在周氏报恩了, 那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把兴趣爱好变成自己的工作, 想想就很美好。 所以, 我在电话里对周同经回道, 我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边沉吟半赏, 才开口, 你是说, 周氏的工作你不喜欢。 周氏的工作对我来说就只是工作, 是谋生的手段, 是对集团资助我的报答, 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老实回答道, 我以为你是为了避嫌才离开。 既然你有自己的打算, 那祝福你。 周同经语气真诚。 谢谢。 挂电话的时候, 我正义人站在高高的山顶。 可能是一览众山小的氛围所致, 也可能是独自一人的环境给我壮胆。 眺望远方壮阔的美景, 我忍不住想呐喊。 没有任何迟疑, 我把双手放在嘴边做喇叭状。 再见了, 周同经。 再见了, 我曾经爱过的人。 山长水阔, 就此别过。 喊完后, 我已泪流满面。 或许是在悼念自己, 没机会见光就独自消逝的暗恋。 和周同经离婚, 我很洒脱, 没有遗憾, 也没有不舍。 因为早在一年之前, 我就开始强迫自己慢慢收回对她的感情。 这个过程很艰难, 但总算成功了。 现在我看着她, 已经不会再心跳加速, 内心能保持一片宁静了。 我清醒地明白, 我已经不爱她了。 是的, 我曾经爱过周同经。 我对周同经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像她这样外貌出色, 能力出众, 又没有明显人品缺陷的天之胶子, 应该很容易引起异性的好感吧。 或许,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这颗好感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 我第一次见周同经, 是16岁的时候。 那时高一结束的暑假, 周氏集团邀请本省内资助的, 且期末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参观场区, 为期三天, 住宿餐饮等全包。 周氏还给我们发了各种饮料, 我在酒店房间喝可乐时, 不小心把可乐撒在了床单上。 酒店洁白如雪的床单, 被我的可乐染得黑乎乎一片。 这是我第一次住酒店, 顿时吓得六神无主。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需不需要赔偿。 怀着忐忑自责的心情, 我小心翼翼来到酒店前台。 壮着胆子, 我向前台服务员讲述了这件事, 并一直道歉。 可能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太寒酸, 也可能是我自责道歉的样子太好欺负, 还可能是前台那天心情不好。 他瞥我一眼, 眼神讽刺, 穷成这样还来住酒店, 有没有一点素质? 你知不知道可乐泼在床单上, 会给我们工作人员增加多少工作量?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弯着腰道歉, 又愧疚又害怕, 都快哭了。 道歉有什么用, 前台还想继续指责。 如果我没记错, 酒店有责任清洗客人弄脏的床单吧。 身后忽然传来好听的男生, 而且可乐泼在床单上, 也没有违反什么客户条约吧。 要不把你们经理叫来问问, 弄脏床单需不需要赔偿? 不需要不需要。 前台赶紧陪笑, 又看向我, 小妹妹, 床单我们会洗干净的, 你不需要负责。 我回过头, 看到帮我说话的人, 大概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孩, 身材高瘦, 白衬衫休闲裤, 帅气逼人。 谢谢你, 大哥哥。 我抿着嘴唇, 不客气。 他矜持地朝我点点头, 转身离开。 下午, 在参观周氏集团时, 我又见到了这个男孩。 他是主讲人, 站在讲台上, 向我们介绍周氏集团的发展史。 从旁边人小声谈论中, 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周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七年前, 周氏总裁和夫人车祸去世。 已经退休的老总裁又回到集团, 将担子扛了起来。 但老总裁毕竟年纪大了, 精力有限。 周同经作为未来的接班人, 为了帮爷爷减轻压力, 高考过后就进入集团, 由老总裁手把手教导。 大学期间, 他都是一边学习, 一边接手集团业务。 真厉害。 我看着讲台上从容淡定的男孩, 忍不住感叹。 后来几年, 我再没见过周同经。 大学毕业后, 我按照当初的协议, 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后, 入职周氏。 我看着周同经一路披荆斩棘, 用能力和实力 让所有不满的股东闭嘴, 成功接管了集团。 我看着他意气风发, 蠢蠢满志, 拓展商业版图。 不知不觉, 我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 我会在网上搜索他的新闻, 把他的照片下载保存。 他从小到大的求学履历, 生活轨迹,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倒背如流。 第一次拿着文件去找他签字时, 我的心蓬蓬直跳。 他签完字, 说了句, 这个策划是你做的。 不错, 我激动到一夜没睡着。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那个在酒店被他帮过的 窘迫寒酸的女孩。 这很正常, 他正直善良, 能力强大, 帮过的人不计其数。 我甚至有点庆幸, 还好他记不得, 因为那时候的我太狼狈了。 熟知他的一切, 所以我也清楚地知道, 他有一个爱慕的对象。 他叫秦曼。 他是周同经的青梅。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门当户对。 我知道他有多爱他。 我像个见不得人的偷窥者, 寻着蛛丝马迹, 居然找到了秦曼的微博。 他随便感叹了一句, 想坐在心爱人的副驾。 周同经去考了驾照。 众所周知, 因为年少时父母得车祸, 他对开车有恐惧。 作为周市总裁, 他出行都有司机接送, 也不需要自己开车。 可是为了他的一句话, 他还是努力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去学了开车。 我看到他爱得辛苦, 忍不住为他委屈心疼。 但我知道自己没这个资格。 看到刘欣时, 我许的愿都是希望他能追到心爱的女人, 白头偕老。 我真心希望他能幸福。 在周市工作的第三年, 秦曼离开了。 他爱上了一个法国画家, 为了那个男人要死要活, 最终如愿结婚。 他去法国定居了。 周同经依然每天来集团处理事务, 但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他不正常。 准确地描述, 就是他的精气神像是忽然被抽干了, 整个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去窍。 他的日常行程跟以往没差别, 但仿佛行尸走肉, 连表情都失去了。 我为他难过。 心里还有点埋怨那位秦曼小姐, 这么好的周总, 他怎么忍心伤害呢? 当然, 这些事都跟我无关。 他在伤心失忆, 也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是我只能仰望的存在。 我从来没想过, 除了工作, 我的生活会跟他产生交集。 直到, 老周总, 也就是周同经的爷爷来找我。 那时候, 周同经因为被偷拍到的一张照片, 而陷入丑闻。 可能是太想念秦曼, 周同经去了他喜欢的一家夜店, 喝酒买醉。 从来没有独自去过夜店的他, 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复杂。 一直盯着他的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趁机出手。 他们找了几个帅气的男公官, 分别搂着周同经的脖子, 做出亲吻的动作, 拍了照片。 照片在网上传播开, 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大家对男同的接受度已经提高了, 但作为国际知名集团总裁, 同时跟几个男人做不雅动作, 肯定会影响名声。 网上开始有人骂周同经, 说他烂情渣男, 助他得性病。 还有人表示失望, 说一直把他当偶像, 算自己眼下。 周同经的端庄金贵的总裁人设崩塌了。 因为他把秦曼保护得很好, 外界并不知道他以前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人。 不少人开始嘲讽, 难怪他不结婚, 原来喜欢的是男人。 一时间, 周氏股票大跌。 老周总找到我, 恳请我能帮忙。 我很迷惑, 我一个小员工能帮总裁什么忙。 打败丑闻最好的方法, 就是同经能结婚。 只要他结婚了, 谣言不攻自破。 现在门当户对的人家, 没人愿意跟周家联姻。 你愿意帮这个忙吗? 看着老人恳切的眼神, 我毫不犹豫, 我愿意。 没有周氏, 我连高中都不能读。 是周氏的资助, 让我有机会进入大学,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我从心底感谢周氏。 更何况, 嫁给周同经, 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奢望的事。 我知道委屈你了, 等过了这段风波, 你想离婚, 我会给你补偿。 老周总说, 周同经不同意。 当老周总把我带到周家时, 我听到他们两人的争吵。 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秦曼, 可是他已经结婚了。 你难道要等他一辈子? 老周总无奈又愤怒。 慢慢不喜欢我, 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周同经自暴自弃的语气, 我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 你找来的人还不是为了钱? 没了钱, 他会跟我结婚吗? 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孤独到老。 不是。 我站出来反驳, 我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周同经轻笑了一下, 那行, 你跟我签婚前协议, 还有补充协议, 如果离婚,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好, 我签。 等到真正签了协议, 周同经开始疑惑。 不是为了钱。 那你为什么跟我结婚? 我迟疑了一下, 为了, 为了报答周氏集团对我的资助。 原来是这样。 他居然礼貌道歉, 抱歉, 我误会你了。 其实, 我多想说, 是因为你。 你才不是一无是处, 你那样优秀, 值得被爱。 就这样, 我们领证了。 周氏集团官网公布了我们的结婚照, 把我的个人信息遮掩了。 关于周同经的谣言也慢慢烟消云散。 结婚后的生活, 比我想象得更好。 周同经很绅士, 也很尊重我。 不论是家里, 还是公司, 他从不用高人一等的眼神看我。 有一次, 我从小在孤儿院的朋友, 从外地来看我。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自从他去了外地, 我们很久没见过面。 周同经知道, 有客人要来家里, 特意请了一天假, 在家里和我一起陪客人。 在外面吃完饭, 我们去逛商场, 他就跟在我们身后, 帮我们拎包。 作为契约夫妻, 我们的交情也没那么深, 其实他完全不用做这些。 可是在我朋友面前, 他可谓给足了我面子。 疫情期间, 我和他曾经被隔离在家里一个星期。 他也主动开口, 说这段时间, 所有的家务两人共同分担。 他不会做饭, 每顿饭我做, 他就负责洗碗和打扫。 第一次见到身价亿万的总裁 挽起袖子洗碗, 我也算开了眼界。 那一个星期的隔离, 让我和周同经的关系, 好像发生了那么一点微妙的转变。 我们之间依然很平淡, 但我知道, 有些地方不一样了。 只要不加班, 他开始每天都回家吃晚饭。 看到我在院子里种的枝子花, 他会说很香, 挺好的。 别墅的一楼有一间很大的书房, 落地窗外就是后花园, 风景很美。 以前, 看到我在书房, 周同经会回避。 我也一样, 本来想进去, 看到他在, 就转身偷偷离开。 后来, 我们不再回避对方。 他在办公桌前办公, 我就在旁边的躺椅上看书。 我很喜欢这样安静美好的氛围。 偷偷起了贪恋, 如果, 能这样一直下去多好。 事情的转变 发生在我生日那一天。 作为一名孤儿, 我是没有生日的。 院长把我进孤儿院的那一天定为我的生日。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过过生日。 生日的前一天晚上, 回到家的周同经忽然问我, 明天下班有事吗? 啊? 我的心砰砰直跳, 没事啊。 行, 那下班后, 在地下车库等我。 噢, 第二天, 一向敬业的我居然无法集中注意力办公。 我总是忍不住猜测, 他知道我今天生日, 晚上他是邀约我出去吗? 一想到这些,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角, 欢呼雀跃。 我从来没有如此期盼过时间快一点。 我度秒如年, 不停看时间。 因为一直走神, 隔壁宫位的同事递给我辣条, 我没注意接, 沾满红油的辣条就这么掉在我身上。 这是我特意换的一条白色连衣裙。 星星点点的红油, 在白色布料上格外显眼。 同事不停给我道歉, 我当然不可能怪罪他。 没办法, 午休时间, 我打车回家换衣服。 这可是周同经第一次约我, 我怎么能穿脏裙子去见他。 回到家时, 周沈正在家里打扫卫生。 周沈是从老宅过来的, 看着周同经长大的, 他对他很信任。 所以, 楼上那间一星期打扫一次的房间, 每次也都只能周沈进去。 此时, 那间一直锁着的门打开着, 周沈在隔壁的卫生间洗脱把, 水流声哗啦啦, 他没察觉到我上楼了。 我站在那间房门口, 冷冷地看着里面墙壁上贴的照片。 右侧墙壁上, 贴了一整排大幅照片, 像明星海报那样。 照片的主角, 是秦曼。 房间里还有一排展示柜, 摆放着很多像是礼物的东西。 我忍不住正要迈脚进去, 隔壁的周沈忽然出现, 挡在我面前。 太太, 先生不允许别人进这个房间。 好, 我转头就走。 我终于明白, 周沈有时候看到我, 脸上似有似无的同情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 周同经从来没放下过。 他用一个房间, 专门放跟秦曼有关的物品, 堵物私人。 从别墅到公司的路上, 明明是大热天, 我的心却冰冷一片。 我吃笑了一下, 桑清熙, 你可真是自作多情啊。 人家只不过多跟你说了几句话, 你就轻飘飘了。 就心源一马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那天下班, 我到了停车场。 周同经已经等在那里。 我们要去哪里? 我问, 回老宅, 去看看爷爷, 有段时间没回去了。 他说, 哦, 我点头。 我看着自己特意回去 换的小碎花雪紺连衣裙。 桑清熙, 你就是个笑话。 那天以后, 我跟周同经的相处 表面看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我知道, 我在慢慢收回自己对他的感情。 从小作为孤儿, 我习惯了保护自己。 我怕受伤, 怕难过, 怕伤心。 注定没有结局的感情, 如果一意孤行, 最终输得很惨。 从小到大养成的自我保护意识立马觉醒, 我告诉自己, 到此为止吧。 他不是我能爱得起的人, 人要有自知之明。 桑清熙, 没人能保护你, 除了你自己。 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挣扎煎熬, 慢慢戒掉了对周同经的喜欢。 他确实很优秀, 但如果他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要。 直到有一天, 我在新闻里看到周同经, 他和一位同样外貌出色的女总裁, 一起参加剪彩。 评论里纷纷调侃两人般配, 我的内心竟然一片平静, 还能客观地分析他们哪些方面般配。 我就知道, 我已经彻底放下他了。 这场在我内心爆发的感情, 从一开始的小火苗, 到燃成熊熊烈火, 再到火山爆发, 最后湮灭成灰, 一片死寂。 从头至尾,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面试进了一间配音工作室。 这家工作室在网上挺有名气, 短视频账号有几百万粉丝。 其实工作室的配音人员 一共也就十几个, 但个个都是大佬, 一个人能单独配一部电影的那种。 做自己喜欢的事, 精力仿佛都用不完。 沉浸在工作中, 我变得两耳不闻窗外事。 等到周童晶再一次联系我时, 已经是离婚后半年了。 他在电话里说, 爷爷快不行了, 想见我最后一面。 病房里, 周爷爷让其他人都出去了。 躺在病床上的他很虚弱, 但还是对我笑得慈祥。 对不起啊,清晰, 我没想到那小子还没放下琴曼。 那时候让你们结婚, 也不全是为了危机公关。 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 其实花钱就能解决。 我故意放任不管, 就是趁机让童晶结婚。 老爷子咳了几声, 相中你,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好女孩。 在公司, 我见过你偷偷看童晶的眼神。 我知道, 你对他有情。 我想着, 你这么好, 婚后慢慢相处, 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没想到, 他这么执迷不悟。 是我不好, 白白耽误了你两年。 这两年, 我大多时间在医院, 也不清楚你们的感情进展。 你们都拿了离婚证了, 童晶才告诉我。 这混小子, 原来, 周爷爷曾经看出来, 我对周童晶有感情。 虽然他让我们结婚, 带着一点私心, 但我并不怪他。 结婚这两年, 不论是周童晶, 还是周爷爷, 都没有做过让我为难的事。 爷爷, 我对您只有感激之情, 要不是您的资助, 我连高中都没机会读。 哎, 终究是我对不起你。 老爷子叹气, 几天以后, 周爷爷去世, 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葬礼上, 我并没有看到秦曼, 据说, 他跟周童晶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这个时候, 没有出席葬礼, 似乎不太合常礼。 晚上, 周童晶留我在老宅吃饭。 他坐在我对面, 我才发现, 他似乎瘦了不少, 而且眉宇之间多了不少疲态。 我想, 可能是爷爷去世, 他伤心又耗神吧。 最近是太多, 我忽然发现, 自己挺有倾诉欲望, 但身边连个聆听的人都没有。 他苦笑, 不是有秦曼吗? 我问, 听说你们好事将近。 他可是, 你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的心上人, 有什么心事可以跟他聊呀? 对了, 今天怎么, 我跟他吵架了。 周童晶无奈道, 他一气之下出去旅游了。 可是, 爷爷去世他都不回来吗? 有时候我也怀疑, 我到底喜不喜欢他。 如果不喜欢, 我怎么会执着地等他? 如果喜欢, 那跟他在一起后, 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相爱的两个人共同生活, 不是应该幸福美满吗? 如果经常吵架, 那还叫相爱吗? 还值得在一起吗? 我忽然发现, 我不懂爱情。 你还会吵架? 我有些惊讶。 在我的印象里, 周童晶一直是理智且克制的。 他有着很好的情绪管理能力, 哪怕是下属犯了很低级的错误, 他也不会发脾气骂人。 应该说, 我从来没见他有过暴躁、 恼怒等失控情绪, 更别说跟人吵架。 他这么绅士, 居然会吵架。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显得很渣, 但我真的发现, 我和秦曼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仔细想想, 因为我们从未在一起生活过, 所以这些矛盾以前没有显露和爆发。 同居后, 我才发现, 我们性格完全相反, 处处相撞。 你也知道, 我有些轻微洁癖, 不容许家里脏乱。 可秦曼就太随意了, 他换下的脏衣服不放进篮子里, 总是扔在沙发上, 甚至地上。 我提醒过无数次, 他就是不改, 还故意跟我作对, 把袜子扔在我的枕头上。 我生活自律, 每天按时起床, 按时睡觉, 早睡早起, 基本不熬夜。 可是他总是喜欢半夜出去玩, 凌晨回家, 白天睡觉。 偶尔还好, 但他总这样咒服夜出, 也会影响到我。 为此, 我们吵过不止一次。 他总是抱怨, 说我不爱他了, 爱他就该包容他, 容忍他的一切小脾气。 他说, 我以前都是对他百依百顺, 现在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 我也开始反省, 是这样吗? 我不爱他了吗? 那么, 以前为什么会爱呢? 然后, 我又怀疑, 以前我到底爱他吗? 我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秦曼, 我没有真正认识他的性格。 或许他说得对, 我是挺扎的。 现在, 我只觉得, 跟他一起生活很累。 这次爷爷去世, 他都没回来。 我却只觉得庆幸, 还好他不在, 不然又得制造麻烦, 给我增添很多事。 这是第一次, 周同经对我说这么多话。 他一直是沉默寡言的。 说完后, 他就静静坐在那里, 眼神放空。 呃, 怎么说呢? 我从来没想过, 童话的结局是这样的。 王子等到了他心爱的公主, 然后两个人开始了吵架的生活。 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也不会安慰人, 只能敷衍地劝解, 或许, 多磨合磨合就好了。 周同经抬起头, 直愣愣盯着我, 半赏, 才开口, 如果, 他性格跟你一样就好了。 这话, 我很难接。 又过了几个月, 一天下班, 我不好推辞同事的好意, 去跟他介绍的对象见面。 在西餐厅, 我刚坐下, 还没来得及跟对面的男士打招呼。 旁边忽然过来一人, 静止坐下。 周同经, 我亚然, 对面的男士有些尴尬, 这是, 你的竞争对手, 我们两人公平竞争, 同时说出自己的条件, 让他自己选择。 周同经的话, 让我惊讶地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 我拉扯他的袖子, 你开什么玩笑? 对面的男士气得站起身, 哪有这种相亲局面? 有病吧你们? 等人甩手离去, 我和周同经面面相去。 你什么意思? 我问, 就是刚才说的意思呀。 他一本正经, 周同经, 你别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清晰, 我是一个粗神经, 反应迟钝的人。 他声音沉稳, 徐徐道来, 就像对秦曼, 我迟钝地发现, 我对他不是爱情, 而是执念。 因为小时候的那段陪伴, 我对他产生了依赖心理, 以为那就是爱。 对你也是, 离婚一年后, 我才后知后觉, 原来, 我爱上你了。 今天好像不是愚人节。 我提醒他, 怎么好好的一个人, 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他自顾自说, 三个月前, 我和秦曼分手了。 你知道分手的起因是什么吗? 我老实摇头。 他接着道, 因为, 他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要搬到我们之前住的那栋别墅。 我说, 另外再给他买栋新别墅, 他都不答应。 那栋房子, 里面都还维持着以前的样子, 什么都没变。 下意识的, 我不想让他去住, 不想让他破坏里面的布置。 他轻笑了下, 秦曼有些任性, 越不让他做的事, 他越是要做。 趁我不注意, 他一个人跑进了那栋别墅, 把里面的家具都扔了。 客厅里, 你买的那块地毯, 被他剪碎, 扔进垃圾桶。 院子里, 你种的枝子花, 被他连根拔起。 等我赶到时, 看着屋里屋外一片狼藉, 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心慌和愤怒。 我第一次骂了他, 还把他推到了院门外。 任他怎么哭喊, 我都不想理会。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和你的唯一联系, 只剩这栋房子了, 现在都毁了。 那一刻, 我对秦曼萌生了恨意。 也是那一刻, 我发觉了自己的感情。 我对秦曼提了分手, 他从撒泼到求饶, 我都无动于衷。 我从没那么迫切, 想要看到你。 分开一年, 我才发现, 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跟你一起坐在家里吃晚餐。 那种平淡的幸福, 以前被我忽视, 等失去了, 才发觉有多珍贵。 这三个月, 我每天都忍不住来看你。 我第一次体会到, 想念是什么滋味。 你去餐厅吃饭, 我就在临桌看着。 你下班回家, 我就开车跟着, 直到看你进了小区。 我知道这样不对, 可还是忍不住。 原来, 这就是爱情, 强烈到让人失控。 但我又不敢出现在你面前, 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又怕你讨厌我。 爱情会让人产生贪恋, 会想要占有。 或许你不相信, 我对秦曼, 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那时候他结婚, 我的真实想法是, 如果那个男人能给他幸福, 那我祝福。 可是, 当得知你要相亲, 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只想把那个男人赶走, 不让他靠近你。 抱歉, 你说的这些太突然, 我没办法消化。 我还处于蒙圈的状态。 没事, 不着急。 周同经说, 我可以等, 我有足够的耐心。 你知道吗, 之前看你加班到深夜, 我差点冲动之下, 把你们工作室收购了, 但又怕你反感。 这是你喜欢的事业, 你加班也甘之如頤, 我不想惹你生气。 我沉思很久, 还是摇头, 我没办法接受, 你之前对秦曼的感情那样浓烈, 怎么就突然不爱了? 是一直不爱。 他语气肯定, 而且分手后, 秦曼一直纠缠。 看我态度坚决, 知道复合无望, 有一天, 他愤恨告诉我, 小时候那段时间, 他收敛脾性, 每天陪伴我, 是因为他爸妈要求的。 那时候, 两家有合作, 他爸妈让他讨好我。 我才知道, 这些年的执念, 简直是个笑话。 这些与我无关。 我冷静道, 而且,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 周同经的表情快速变化, 从不可置信到狂喜, 现在已经不喜欢, 你是说, 你曾经, 是的, 我曾经喜欢过你。 我老实承认, 不过一年以前, 我已经开始慢慢收回对你的感情, 这个过程很痛苦, 不过我成功了。 周同经的脸色又转变为灰败, 他阴哑着嗓子问, 为什么? 我看到了那间房, 你卧室旁边的那间。 我淡然道。 周同经愣了片刻, 神色痛苦, 声音里带着哽咽, 是我的错, 错得离谱。 我从不知道, 你对我的感情。 我竟然不知不觉, 弄丢了我的幸福, 周同经像一个普通追求者那样, 每天给我送话, 坚持接送我上下班, 在我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 给我帮助。 他说, 他有足够的耐心, 等我再一次心动。 我还没有接受他的表白, 因为,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恢复对他的感情。 过去那种心动的感觉, 我始终没有再出现过。 感情方面, 我不想勉强自己, 这样对双方都不公平。 我清楚地拒绝了周同经, 他说没关系, 他会继续努力。 他追他的, 我拒绝我的。 我不清楚, 以后会不会再次心动。 但我肯定, 如果不心动, 我不会再一次投入一段感情中。 或许哪一天, 我又开窍了呢? 那不妨再体验一次恋爱, 也挺不错。 至于现在, 我是自由的。 好不容易还完了恩情, 有了新的开始,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 我很珍惜这样的自由感。 人最重要的是, 活在当下。 不勉强, 不委屈, 心随意动, 自由自在。